今天AT开仓第一只精选港股是特报1368 特报上星期发了营起 月计截至今年6月底半年综合收入增长不少过35% 股东应佔入利的增长亦不少于35% 体育产业获得政策支持 加上体育活动愈来愈普及 都有助推动体育用品消费 特报致力开发新产品和拓展网络 带动去年的收入增长两乘三到一百亿一千万人民币 当中主品牌收入上升两乘五到八十八亿四千万 特报已定下了目标 预计2025年主品牌收入目标是200亿 而四个新品牌收入目标是40亿 证券界级与特报目标价介乎15至17.04 距离上星期五收市价13.86 潜在升幅介乎8%至23% 第二个精选股份是若明康德2359 若明康德发布营起 预计今年上半年营收按年有6.9增长 股东应佔利润按年增长7.3% 扣除非经常性选益的股东应佔淨利润按年有8.1%增长 若明康德管理层已就今年全年收入定下了目标 预期增长6.5-7% 股值方面综合彭博预测 若明康德2022年PE是36倍 2023年PE是29倍 花旗表示 在生物药合同研发和生产CDMO和合同研究组织CRO版块当中 若明康德是首选 建议100元买入 目标价提140元 只蝕位90元 美股方面可以留意饮品股Monster Preverage 股票代号是MNST 相信香港人对能量饮品Monster不会陌生 可以在电力店和超市买到 但有没有想过投资机会就在身边 他们生产商的股价近日创出新高 而且相信强势可以持续 Monster截至3月底第一季 正销售是15.2万美元 按年上升22.1% 比市场预期 未计及佣金和折扣等支出 总订单金额是17.4万美元 增长20.3% 第一季受到成本和物流等因素的影响 令到盈利低过预期 管理层亦未有就 来季和全年作出展望预测 但投资市场未有因而看淡 股价就继续强势 其中一个理由是市场的发展潜力 另一个原因更加重要 近月不断传速Monster 打算和美国酒业 恩哥、一哥、Constellation Brands合并 两者在业务上没有明显的重叠 亦都符合Monster 拓展酒精饮品市场野心 另外百事公司失去Band Energy分销权 市场已揣测它们会令目标 继续扩张能量饮品市场 而Monster和Celsus 很大机会在购物清单上 无论结果是强强乱手或被吞拼 甚至乎熬无米粥都足以支持股价短期走势 怎么看 andro fitness 日本能有帮助 Ồ 我长得然后 üz